大家好,我是Jey and welcome to Trinity 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这次的Trinity的另外一个开箱主题 然后过时后,如果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 Walgam of Figure X10的版本的unboxing 在里面我们有提到的,我们已经入手了另外一个Figure X10的版本的Metal Garuma 然后没错,他终于到了,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终于来到了 那就是他 那Metal Garuma Figure X10的版本的 OK,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Walgamon跟Metal Garuma这个二大救济体在Digimon Adventures里面登场的时候 这两个二大救济体在我们心目中一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战斗暴龙兽,还有张铁加鲁鲁 这两个这样帅的角色 他不是我们的第一,也肯定一定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二最喜欢的数码宝贝 然后可以看得出了,这次来我们看看的 Metal Garuma 本身他一定是一个非常 Meganical 很robotic的 一个 一个character 然后过的时候这次Figure X10的把它的机械的构造 把它变得更机械化 反而变得更加的帅 我相信这个的 Metal Garuma 是很值得收藏的其中一只的Figure 然后 价钱而且也是不贵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入手 OK,我们现在就看看他的盒子的构造吧 Box Art Let's go OK,大家请去看看这个整体起来的 他的Box Art 确也是很美 也是有收藏价值 这个盒子 OK,我们就看看Metal Garuma 整体构造起来 一句话 他比较的极械化那种感觉 如果我觉得比起以前的Metal Garuma 我觉得这只达人家应该会比较痛吧 你就看看他的翅膀就 比较刺刺的感觉啊 比起以前的话 他的那个比较平面的Laser的那种Blade之后 这种应该会来的比较有杀伤力 达人的话应该也会比较痛吧 然后OK来 我们就看一看 这次Metal Garuma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像Metal Garuma的那种 这样担心 就来你需要注重他的上半身 神太重下半身太重 他的brake shield 他的手臂会裂会断 之类这样的烦恼 因为整体起来我觉得Bandai这只应该是有做他的 improvement 加上了四只脚在地上他的整体的重量都下低了 应该不会有发生那种之类来 他的 Joy的area会断那样之类的东西 我就觉得看他的这只狗他的造型之后 最近是不是狗 咬着一只剑是一个主流吗 我就觉得 当我看到他我就想起了Dark Soul的那只大大只的Boss 那只狗咬着一个非常大只的剑 还有另外一个是Pokemon Sword里面的那只扎仙 不是这个太可爱了 不是他 不可能 这只的扎仙 这个扎仙 他会用他的大招 然后Behemoth Blade打人家乘2 For那些Dynamax的Pokemon OK我们就不要离题了 我们回来数码暴龙 数码暴龙 OK整体起来值得买 我买的是第2Bash 所以呢我相信陆陆续续应该还会再继续 Since that Wargreymon已经出了这样多个Bash 我相信 Metaguaromon也会继续出很多 所以要买就是现在啦 因为 他真的是也是很帅呀 值得收藏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开看他里面有什么东西 看他给我们什么 Let's go 我们就看看他们这只里面有什么东西 OK 可以看的是这个sticker比起之前的Wogreymon 烧很多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担心 OK他的脚 他的翅膀 翅膀的翅膀 然后呢 这个应该叫这个是他的肩膀的肩膀上面的那一个 Miso Miso的那一个 这个应该是他的身体下面的那一些的Bash 他的脚 OK感觉上他的这个的自制的应该不会比之前的Wogreymon的Bash来得多 感觉应该 感觉 不多 只有五包了 就 一二 三四五六 只有六包而已 我觉得应该不会比上一 装这个整个起来应该不会比上一次的Wogreymon的来得久吧 三个钟头 or less 我们装完了 我们再来看 你们呢 你们会觉得的这个钟多少 上一次我 按的 积极了他 结果他 用更加长的时间来公务力 我觉得 我觉得 凭我的感觉的话 希望不是错了 我觉得应该 三个钟头应该可以玩了吧 不会超过四个钟头了 所以呢 就 这个是他的 OK 很帅 OK 整体切了 OK啦 这样他的解释大纲起来应该我觉得不难啦 说明的很好 应该 应该很容易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装啦 Let's go 终于装完 Metaguarum的头了 OK 现在大致上都是这样 差不多已经要成型了 OK 我们就差不多已经要装好了 不是差不多已经装好 是已经装好了 就整体才Metaguarum的造型就是 这样子 然后说说说过了我们现在只剩下 他的base 要装 就大功告成了 就说真的就非常的谢谢的 Mandai这次非常的有佛心 他做了一个base 给Metaguarum 就可惜的 我Gremont他没有base 所以大家就 要自己去外面买个特派底的stand 然后过的时候 Metaguarum呢 踩一个stand 如果 没有的话 讲证他能摆的姿势 他的post 就 就是这样而已啊 就没有什么多姿势可以摆 可是有了这个stand之后 他能做的post 的确是很多 然后过的时候 等我们装完我们就来讲 What is the pro and con Metaguarum的 Design 一个多月就 BT03 就会 公布 就会release 然后过的时候 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进了三盒 然后过的时候就 一盒的BT01 两盒的BT02 然后过时候 如果大家 你们可以回去看回我们上一次的影片来支持我们一下 然后没有的话上一次我们就 很幸运的在BT01的收获的确是很好 一支OmegaMon加买一个 Parallel啊 多一个普通版的 Metal Greymon 所以那一箱已经是回本了 然后所以呢就 就希望这次我们会做的比较大所以我们直接进一箱 12盒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种一个很大的开箱 然后 在这个影片完之 这个在这个影片的 尾声呢我会announce 怎样参与我们BT03的giveaway 因为 就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giveaway 到 Trinity的粉丝 的fans 然后就如果你们是有玩地区梦卡的呢 就希望给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 我会announce What is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 参与我们的 这次的giveaway OK 已经装好了 Metal Greymon 大致上呢 这个整体起来 很赞 棒 没有什么好comment的地方 因为 就 整体起来讲就很满意 这个是个很值得收藏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看dgnavi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的确是有点淡 可是 就是入手了过后 颜色整体它搭配都很美 没有什么好comment的地方就它的 Joy呢会比Wogamon好很多 它不会太紧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的很容易裂 结架 结架之类的东西 然后过的时候呢 Bandai多给了它这个的base 这个的base 的确是很好 而且是他们的 这个的stand 很不错 你要 放什么angle都可以 而且是它还有一个lock 所以呢这个 它的整体起来 就可以看得出的 Bandai 这次对Metalgarurumon是很有佛性的 它的整体构造起来呢 的确是想得很周到 然后呢 这个价钱 for这个模型 很 值得 我觉得你如果你很 喜欢数码暴龙的呢 这个 没有什么理由你不要收藏了 所以overall呢 大概就是 这样 子 所以呢 来我们就showcase一下 看看 Metalgarurumon的 帅气吧 Let's go 支持个资格 努力 订阅 对 と 我 继续 不能 あっ 哦 对 02 傅 靠 我们这次的MetaGaruruman的unboxing呢 也已经接近了鬼神 所以就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我们有说过的BT03即将会在10月30号发售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即将会做一次的unboxing给大家 然后过时in order to让更加多人认识Trinity 进来我们Trinity Community呢 我们决定做一次的giveaway 然后过时其实就很简单 它的winning condition 它的winning condition我们会在这个影片发出去过后 我们也把它的condition呢都放在description那边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很简单 就是like,share,subscribe,还有comment 然后过时大家就也有机会赢取BT03 然后过时就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进来讨论一下 你们喜欢的Digimon是什么啊 你们觉得BT03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BT03会有怎样类似的meta changing 这样之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进来讨论 一起去explore更加多的Digimon的话题 然后过时就我们会在Facebook还有在YouTube那边选出幸运儿来赢取这次的BT03 所以大家可以去share出去给更加多人知道 我们支持虚拟底会做出这样类似的活动 就希望大家更加多人可以进来参与我们 然后过时更加多人认识虚拟底 把这个community做得更加大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 李宗盛